大家早上好。我想看看有多少人使用地下通道,以及地下通道周围有多拥挤。 有人真正使用过车站前的地下通道吗?我听说那里闹鬼。 有人说地下通道闹鬼,所以当的人都避而远之。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一列从岩仓次开往遍铁富山的列车刚刚驶过,好像有人在南富山站下车了。 对于上班族来说,这附近简直就是噩梦。 这里交通拥堵,田流量大,每天早晚通勤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火车到口开放后,自行车和汽车分居看来。 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碰撞,让岩心惊胆战。 您是否曾想过,在拥挤的十字路口,左转的车辆会使向何方? 如果司机继续执行,就会在电车间右转。 但他们可能是想避开。 此时上下班的人可能是市政厅员工或银行职员。 从车站过来的人比我预想的要少。 去富山高中或等电车的人比走这条路的人多吧。 电车站起满了人。 这辆电车开往富山大学前方。 线道的宽度是1952年决定的。 当时汽车还不常见,因此宽度不足以满足今天的交通需求。 地下通道有好几个人在使用。 罗汉应该不用担心吧。 那天,我站在地下通道入口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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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银铁轨穿过,可以更快到达车站 即使地下通道没有轨故事,人们也会从这里穿过 这里有一家花店,一家年糕店和一家零店 但营业时间不长 在1945年的空袭中 南复山附近地区基本未受损伤 但在1955年发射了一场大火 1957年 由于土地调整 新建了一条商业街 而贡郎则是在1960年左右建成的 我不知道车站前的广场在哪里结束 道路在哪里开始 松竹电影中三婆友和停下自行车的场景 就是现在自动售货机的位置 据悉 该有轨电车到达富山大学正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下一班电车由5MU45开出 我会有轨电车由5MU45开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说到鬼故事 据说这个地下通道鬼故事 最早出现在2002年版的小册子 《北路甲信月月灵地图》中 这本小册子只在收集鬼故事 并不包括任何参考资料或其他辅助信息 在一个雨天 一位从骑御线转来的人经过地下通道 他走着走着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让他借个火 他转过身 但那里没有言 突然 一个绝望的声音叫到 月月 月 请救救我 月回荡在周围的空气中 他感到非常害怕 把腿就跑 后来瘫痪了一位同事 同事告诉他有人在地下通道自焚了 仅此而已 大丁地下通道于1972年半月竣工 并于198路年三月得到改善 在过去的报纸文章中 我没有发现自焚的记录 我要求图书观察找相关信息 但没有找到 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 要我们来谈谈过去的著名事件或事故 1955年11月13日 南富山车站前的商业区发生火灾 一名住在火源处的老年 富女因逃生失败而死亡 1975年3月8日 富山地方铁路公司常务董事去世 富山地方铁路向运输省申请并获准停运 经线后 富山地方铁路和福岛仿杀厂与日本国银铁路的金泽铁路管理局 在货运处理方面发生了冲突 潮污董事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 在家中的仓库上掉自杀而死 按照计划 富山地方铁路 经线于3月3、1月停运 日本国铁金站继续进行货运处理 目前还不知道组织仇杀地图的人是否还活着 我希望你们都能成佛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